如果大家有問題好好溝通 如果真的溝通不來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用情緒化去阻止別人工作 或什麼 我覺得對我未來工作 我會覺得很沒安全感 他們說我 其實我是真的很感謝他們願意花這個 這種公司我真是 燒香拜佛才求來的這種好公司 那為什麼我要解約 一定是有原因的 因為其實從去年開始就發生蠻多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是溝通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包括 他們會 然後會 因為說要發這個EP 所以 我覺得你不要去接什麼什麼工作 你都不能去接 因為會影響到你的形象 我是因為這個事情 所以我才會想要解約 因為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問題好好溝通 如果真的溝通不來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用情緒化去阻止別人工作 或什麼 我覺得對我未來 工作我會覺得很沒安全感 我會覺得他們有點像是恐怖情人 就是 好像得不到你 我就把你毀掉的這種感覺 每個跟他們合作過的藝人 好像都會跟他們有糾紛 就是覺得 那我當時為什麼還殺傻他跟他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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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只會找 那你只會有問題 那你只會有問題 那你只會用東西 其實我已經去警察局做過幾年 就是證人的筆錄了 那一天是我的經紀人 要去他們與正與樂的公司裡面 他要去 協商他的酬勞 因為 與正與樂答應給他的酬勞沒有給 就是三月的酬勞 三月底跟他說 我們不給這樣子 然後他是找他朋友去 還有他姊姊 去協商 而且 那個 他們提供的畫面 是有剪接過的 對 而且他們也沒有提供錄音檔 對 其實錄音檔都可以 就直接證據 就是黑衣人到底有沒有說 是我去找他們的 就是他們也沒提供 解約這件事是真的 這也是那天經紀人過去 並不去為了 你那個解約 對 就好像是 一直幫我拿出來講 一直幫我拿出來講 好希望我跟這件事情 就有關係 而且其實我那天在警察局 我 看了完整的影片檔 跟那個 音樂 不是音樂 就是聲音的那個檔案 就是監視器收到那個聲音 我就是一直聽到 那個 周小姐 她一直在嘲笑 她說 你要不要去探聽一下我是誰 然後我就說 蛤 所以他們這樣子嘲笑 可是他們卻要告我 告我經紀人 又是覺得 差不多能理解的 是 吼 на 都 人 było 零 監視器